這就是Lower Basic Course Radioactive 第十八版 以及Basic Course Application 入面的十三版 講到Industrial Use 下講 Weak Source Mixed with Fluorescent Materials 做甚麼呢? 做中標的螢光物料 第一 那些東西 應該不會自己無故的螢光 那怎樣做到螢光 其實就是有些螢光物料 給電子打下去才做到螢光 Fluorescent Screen 也是這樣發出 所以現在就反過來 就是直接把螢光物料和Beta Source 那些很弱的Beta Source 混合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 Always 螢光的物料 為甚麼? 它自己射自己收回 令到自己螢光 那為甚麼要Weak Source? 因為如果不是你的手會生癌症 你看看在錶上 如果你是Strong Source 就會射死你了 所以一定是Weak Source 第二個Half Life要短命還是長命? 短命 越長命越好 短命 一二三不光 那我就扔掉錶 當然越長命越好 所以我就說 第一件事 長命、短命 和影不影響到你 是有關係的 不過現在因為我選了Weak Source 所以就算它長命也好 也殺你不死 是吧 可以嗎? 我每天都被一些光射 我每天都被曬太陽 逛街的時候 又不見到皮膚眼 為甚麼? 因為量低 對了 每天都曬太陽低 所以不覺得 可以嗎?